接著我們要繼續介紹一些名詞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 第一個叫做全坡 圖上面顯示最上面的A 我的手向上 然後產生四分之一個坡 又再向下 又再產生四分之一個坡 再向下又四分之一再向上 我抖了一次 我的手上下抖了一次就產生一個坡 有沒有 叫做一個全坡 所以呢 我做一個我的手對繩子做一個完整的振動 就會產生一個全坡 抖一次就一個全坡 抖兩次咧 就兩個全坡 抖三次咧 就三個全坡 一直抖咧 就一直都有坡 這叫做連續週期坡 所以我抖一次就產生一個坡 然後呢這個坡會往前走對不對 那經過這個P 一臉P就會怎麼樣 順著我的坡向上跟向下 所以它也會震動一次 所以我的手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坡 這個全坡經過一個戒指 這個戒指也會怎麼樣 震動一次 剛才講過了 震動一次一個全坡 兩次兩個全坡 三個全坡 一直抖 就一直的全坡 這個叫做連續週期坡 我們國中教你的就是連續週期坡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的連續週期坡 然後一直不斷的抖 就不斷的有坡 然後呢就會不斷的產生 這樣叫做連續週期坡 然後這裡有名詞 抖抖抖抖 連續週期坡 抖一次一個抖兩次兩個抖三次三個抖N次就N個 OK 好 臨時 坡崩 最高點叫做 坡崩 最高點 湖上A跟C 最高點叫坡崩 坡崩 最低點叫做 坡崩 湖上面的B跟豬叫做 坡崩 好 一個叫坡崩 一個叫坡崩 重點 坡產 一個全坡的長度 叫做坡產 我們通常會取 坡崩到下一個坡崩 或者坡崩到下一個坡崩 這個原因是因為以前在做水坡槽實驗的時候 坡崩跟坡崩會形成亮紋跟暗紋 就選兩條亮紋或兩條暗紋比較好找 但是不一定要找坡崩到坡崩 或者坡崩到坡崩 回到相對應的相鄰位置也可以 所以圖上面A跟C坡崩到坡崩 B到中坡崩到坡崩 你也可以選SY 你也可以選SY 這樣也叫做一個坡長 回到最後一個坡長 或者圖上面的P到Q 也是一個叫做一個坡長 所以第一個坡長 一個全坡的長度 我們用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變成爛檔 爛檔 爛檔 不要變成入 我一寫的時候他寫的這樣 他跟入有點不一樣 可是你把他寫成入我也沒意見 入 進入的入 爛檔 換用單位 我們國二通常都用公分 都用公分 OK 叫做坡長 坡長 一個全坡的長度 政府剛剛講過了 平衡點到最大位裡 所以右邊1到1plus 叫政府 不是A到B 也不是B到C 只有到中間 叫政府 也要用公分 然後也一樣代表就是能量的大小 跟前面是一樣的 也一樣週期 剛剛講過 什麼叫週期 振動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還有什麼東西 頻率 什麼叫頻率 單位時間內振動的次數嘛 這個剛才那個 周期振動的意思是 一樣 所以關係也一樣 叫做 周期跟頻率互為 倒數 所以關係也是一樣 所以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再說一次 什麼叫做周期 再說一次 什麼叫做頻率 了解 單位特質 什麼之類的 看一看 OK 那麼剛才用的是所謂的高低波 你要變成疏密波也可以 你可以把波峰就對到密部 或者波峰就對到疏部 看什麼各種都可以 所以說密部到密部叫做一個波長 疏部到疏部也叫做一個波長 那其他就是什麼來回振動幾次 什麼之類的都一樣 所以這也是也可以對照 對照 可以 好 這就是我們的重要的觀念 我們剛才講過 我抖移一次就振動一次 振動一次就是一個周期 會產生一個全波 一個全波 所以一個周期的振動幾次 一次 那剛才講過 振動一次會有幾個振幅 四個振幅 然後呢 會有一個全波 然後呢 會有 然後呢 一個波一波或是走一個波長 一個波再走一個多一個波出來 走一個波長 所以呢 一個周期的時間內振動一次 經過四個振幅 產生一個全波 全一個波長 把這個話 濃縮成一個口訣 希望你能夠記住 因為後面有很多題目 都需要用到這個口訣 叫做 振動一次 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全境一個波長 歷時一個周期 上下四個政府 上下四個政府 這件事我們很少有人問到 但是前面我們經常會用到 就是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全境一個波長 歷時一個周期 就是這句話 就是這句話 所以希望你把這個口訣記好 因為我們後面有許多題目 都需要用到這個口訣 好 這跟你介紹 連續周期波 了解什麼叫波峰 什麼叫波谷 其他的政府 周期頻率都是一樣 還有什麼叫波長 然後記住這個口訣 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全境一個波長 歷時一個周期 上下四個政府 這就是我們需要學會的事情 OK